警车开启警示灯 警警跟在机车后头 人警迅速拦车 就是因为这辆机车 改装改过头 29号凌晨2点 新北金山派出所的 人警接获民众报案 在滨海公路上 不断有排气管噪音 疑似是有人集结飙车 人警获报才刚出门就发现 外面有好几辆车呼啸而过 从派出所一路追到大鹏国小 将近两公里的路程 拦查到五六辆改装机车 警察驾驶人及乘客 有改装排气管 未装设后照镜机 未成年深夜游荡等情势 所以依规定通报 举发并告诫切勿再犯 28号是大部分学校结业室 接着迎接暑假到来 双北市警局也同时开启 保护青少年的暑期青春专案 双美警方大动作派出多名人力 重点击查以滋事场所 双美市长也一同到场 联合击查宣导 除了各场所 也在路段上实施领检 草当毒品打击黑帮 及防止诈骗 是专案的三大重点 第一天的大规模草当 也查获到毒品 诈欺 赌博 窃盗 公共危险罪 危险和无罩驾驶等多项案件 甚至还有通缉犯20人 同时也多加宣导 山区水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 避免暑假变了调